來,趁熱,先喝一口湯 你搞甚麼?甚麼亂撞綱 趕快撿回它吧,你看 甚麼? 屎卷,94分 94分 給媽媽看看 不用了,高分,不好意思 我拆你了,快點 糟了,46分 可憐,你為甚麼又不合格 你… 我…我沒力氣,你不用那麼緊張 你看,你全都不合格 那怎麼辦?快要忠孝了,皇帝 你上心吧,麻煩 媽,那些都不可以賴我 我不會 幼兒子…你怎麼這麼說話 讀書是你自己的事 不是你自己是誰 就是 企民俗語也有說 英語不合格就更顯我性格 語文不合格就是老師的副存得 所以我說每天都是個老師 不怪我 不怪我 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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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說話 不是 讀書是你責任吧 真的嗎 我那篇語文作文明明懂得這麼清楚 那些某個老師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就零分 算你說是他自己不懂得欣賞 喂… 你不怪老師的 甚麼 我看了半天 看到他一頭無水完全不知道說甚麼 你看看這個 這個女孩狠屁屁屁 屁屁是甚麼 你還說這句 偶屁屁屁屁 唱歌 甚麼意思 偶屁屁 即是說那個女生很美女 飄飄 偶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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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你再上網就明白甚麼 知道了 他說現在學校流行的那種語言 原來是網絡語言 是不是很方便 偶仔 我出差幾天而已 你弄了那麼多東西出來 聽起來又多有創意 三叔,你聲嘴別笑了,好嗎 我說些話給你聽 就無非想你想辦法教一下他 因為我已經沒能力教了 嫂子,不過現在小孩子的語文基礎 確實差,很難調教得上 不關確實差,也很差 平時說的就知道 不中不西,一會中文就是英文 即是說不 對呀,還有那些網絡語言 不知道現在孩子 會不會說好好的中國話 不是 中文當然會說 畢竟我是中國人 是,你知道你中國人就行了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唐詩宋詞,你懂得多少 老實說,連三字經都還沒懂 什麼微色的三字經 我倒了全背 真的不是 不是 我當時變得那麼強 當然,打背給你聽 是 人知初,口多多,笑奇奇 放毒蛇,一聲大大 異學幻,大大沒放賣 真厲害,沒有記性 小時候教她說過,還記得 還有一個…繼續問 是 多多,不多個博大帽,沒事做 看什麼看大富浪 好 這樣教孩子 小孩子 小孩子 你那些文學水平也沒有 如果考試過,你交片的作品 好像連大鴨蛋你也有份 老大媽姐,不用太勞氣 話說回來,難怪你們 小孩子的語文基礎不好 跟家裡有關係 其實我們做大人 應該營造一個好的環境給他們 像芝芝一樣,讀劉院 我買了多少堂師三八手的點 給他們聽 這些就叫環境營造 阿二,我說得對 由明天開始,大甘要求天佑 這個魂有難 找到了 幸好沒有釣 嘩 這麼大塵 哎呀 你插一半就插幾本難書 什麼難書 哎呀 中國四大明珠 傻仔 西遊記 水虎傳 紅牛蒙 三國演義 有空看完 不是,阿爺 這本本都這麼厚 你要我看完它 哎呀,看完這幾本書 對你教育很大 知道嗎 哈哈 阿爺,這都是四大明珠 對嗎 我看過了 啊 你看過了 你看過了? 哎呀,你不懂說話 你看完卡通片 你說看過四大明珠 對嗎 你說給阿爺知道 說給你知道嗎 哈哈 是 就說說 孫悟空 是 孫悟空喜歡白骨精 後來 紫霞仙子 嚇草 他帶了梁三八九十六條好巷 來大戰牛魔王 這雲慘 曹操知道了 曹操知道 曹操知道 就說要來搶紫霞仙子 總之打到最後就暖暖了 喂喂喂 喂喂 你說什麼啊 簡直是荒唐這些 什麼啊 什麼荒唐 這些叫新意 你明白嗎 你沒看過嗎 那個大話西遊 水煮三角 那個氣雪水壺 和這個 惡搞紅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把鑑三被擊死 中國歷史一點都不懂 你真是扶不上迫 啊 柯豆啊 柯豆 柯豆 柯豆這個名字挺熟的 哪個 是呀 我也覺得熟的 吃豆豆的柯豆豆 就是不消化 哈哈哈哈 噁心 哎呀 你兩仔奶奶 你一口一口沒有文化 我告訴你柯豆 是出自水壺傳入 109像 知不知道 拉叔你沒有文化 這件事我知道 水壺傳入108條好漢 哈哈哈哈 我記得了 柯豆是出自三角的 是呀 就算這件事被你撞 好厲害 你知不知道 柯豆是留給兒子 知不知道 早點說就是 柯豆是留給兒子 對 不對 媽媽 什麼 柯豆姓柯 柯柯柯柯是姓劉 怎麼是他的兒子 不不不 柯豆的身世比較慘 柯豆不是他親生爸爸 柯豆是油餅仔 是呀 是呀 你們兩親也一樣沒有文化 被你激死 是呀 柯豆 喂 話說話你爺爺這次真的生氣了 糟了 說生氣他很大嘴 是呀 是呀 不是呀,你說怎樣就怎樣 那就乖了 兒子 就是這樣 媽媽沒有什麼特殊要求 就希望你的語文水平能夠提高一點 那你就每天寫一篇日記 每…每天寫一篇日記 媽媽 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很多功課要做 那麼多也要做的 是不是 怎麼提高 你也不想氣死我 行…你別說這句 這麼多大頂半粒下來 真是…不做也要做 那倒是 一天寫一篇日記 哪有那麼多題材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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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脫房燉了一些 冬蟲草燉水芽 我都不知道 沒人 站住 你什麼時候喝來的 你一向都當我透明 今天星期六 你知道什麼手續嗎 交數 九總 什麼 一機,裝模作樣 兄,來吧 一機 真是有了 這麼晦氣 一月八日 今天我看了一場電影很開心 一月九日 昨天我看的那場電影真令人開心 很開心 一月十日 今天我突然想起前天看過的那場電影 到現在還很開心 搞什麼 你叫日記 加上也不夠百字 日記 你一日寫這件事 我已經把我自己的真情實感寫下去 再說 你都沒有閒字數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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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求你 每日寫的日記 要有八百字以上 要不然我不收貨 八百字 做什麼 不行 你真是逼我照字數 你說什麼 沒有 沒有 那你趕快寫吧 皇帝 是呀 寫寫寫寫 媽媽帶我去買東西 媽媽問 這東西多少錢 小販說 一塊錢 媽媽說 便宜呀便宜 真便宜呀真便宜 我也感覺很便宜 你感覺是不是很便宜呢 媽媽呀 下面還有的 八百字那麼多 還要很便宜 回到家裡 媽媽把價錢告訴了大伯 大伯也算便宜呀便宜 太便宜了超便宜 大伯娘也算便宜 真是很便宜 爺爺媽媽也算便宜呀便宜 三叔三嫂也算便宜呀便宜 便宜呀便宜 我剛才幫她數過了 六十三號裡面 句句都便宜呀便宜 你說你這日記 一共兩夜紙 這便宜就占了一夜半了 反正沒有呢 八百三十五粒子 就可以交數了 天佑, 拜託你了 要跟你考試的時候 交篇這樣的東西上去 老師不搶你的鴨蛋也很難 鴨蛋你多給你 那掛著他那條雞毛嫂 為何不見 是 但如果不見你這麼厲害 豈有此理真是 騙騙騙你的死人頭 現在博考博士靈 你吃枉胃 媽媽, 這些都是被迫的 大伯爺是百百幾個字 我哪有這麼多東西寫 我哪有這麼多東西 娛嫂, 硬性規定是怎樣的 還有, 找什麼遊戲無數 看法更加不行 是的 那些年輕人的教育應該是引導的 引導 他做了幾天的爸爸 現在整個教育家這麼漂亮 當然了, 要教女兒嘛 優仔, 先說你寫文章 不可以當作記流水 最好什麼都記進去 應該有內容, 有真誠實感 還要引經據典 聽見沒有 引經據典? 是呀 很高難度 怎麼會高難度呢? 你平時讀書少 所以你沒有職類 有空看到…